嫩尖牛排美味多汁 圓山牛排館要再一次勾起 國人記憶中的味蕾 圓山牛排館在民國62年 擁有全台第一家五星級牛排館 是駐華使節接待各國元首首選 睽違22年重新裝潢 招聘了11位新廚師 利用乾濕式熟成技術來碰調料理 很新奇的 因為感覺圓山飯店 它提供的都是比較中式的餐點 那現在有一個西餐廳的話 它是非常的有新穎的感覺 頂著昔日第一家牛排館的光環 外交部招待各國貴賓和宋美玲的最愛 圓山還增添許多新菜色 溫沙拉 義大利麵 搖烤披薩也吃得到 老店新開張增加競爭力 而網品集團旗下12大品牌 則是打出綠色行銷 各大銀行和電信業的紅利點數 都可以兌換所有餐點 網品結合APP和QR code等數位行銷管道 讓連鎖經營有新的消費模式 記者林正堅 盧一宏 台北報導 好